那个球在前面 其实那个球在哪里 就是你重心在哪里 当你混球的时候 会在这里 混球的话 你的重心是必然在前的 好了,当你起动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前 而这个这么前的起动姿势 直接会伤害你的阿基里斯健 因为在这个动作里面 你的阿基里斯健是伸延到最尽的一个动作 然后一发力的时候你就会断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又是新一辑教学片的开始 这一辑教学片我想讲的 就是关于我们一般混球的时候 如何使用到我们的核心力量去混球 还有我会讲就是大家 经常在混球上犯的错误 其实大部分重心中前的球员 主要是因为在混球方面 会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之后 所以它就令到他混球的时候 经常性重心中前 然后身体习惯了之后 甚至头腩的稳定性 对抗性都会大大下降 而最坏的情况 就会更加容易令你受伤 今天我们就会讲这个混球的时候 如何使用核心力量的技巧 首先我们讲混球的时候 我看到大家最常犯的错误 大家练习混球的时候 一般都可能会做很多 一些球感练习 之前我也有教过 但这个就是我们练习混球的时候 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这里 当你站定在这儿混球的时候 第一 你是不用平衡的 其实因为你的脚没有动过 所以你混球的时候 一般你都会拿着球的顶部 然后头会往前 这件事一定是很多的 例如这些 球感的练习我们必需要的 因为它是直接训练你的手 身体的协调和对球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练习 如果你做得很多之下 其实你都要进行一些 我们跑动的混球练习 因为我看到很多就是 大家练习完很大量的球练习之后 反而在一些移动的练习会少 当你混球很少在一个移动中混球 久而久之 大家就会变成拍球的时候 你会直接控制了球的顶部 变成这样的姿势 好了 球在前面 其实球在哪里 就是你重心在哪里 当你混球的时候 会在这里 混球的话 你的重心是必然在前的 好 当你起动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前 而这个这么前的起动姿势 直接会伤害你的阿基里斯健 因为在这个动作里面 你的阿基里斯健是伸延到最尽的一个动作 然后在法力的时候你就会断 然后在法力的时候你就会断 在这个混球的情况 移动的情况下 如果你右脚前 右手混球 右脚在前 波翼都在前的话 你就会形成了一条 向前的斜線 一二三 向前的斜線 第一 你的头必然在前 你很难会这样 运到球 好吗 好了 第二 在这条斜线的时候 如果Matthew防守 我是向外移动的 因为你的重心一直都在这里的关系 就算我们有关系 我们很大机会 都是会被他身体撞我们出去 我们改变一个概念 改变个混球动作 改变个混球位置 你就会令你的混球动作 你个人的时候对抗性会增加 更加容易个人 还有你头揽会稳定些 好了 我们混球的时候 首先一定要改变第一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就是 现在地上有条白线 白线呢 白线呢 就在我们两只脚的中间 我们正常 我们走路的时候 我们都是只有两只脚 所以中间 就很自然在我们中间的地方 如果你这样的情况 运球呢 因为我们并不是跳的 我们是跑的 而那个球 右手运球的时候 那个球 你又会在前运球的话 这个时候 你就会形成一个重心倾斜的状态 向外的 好了 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呢 当你运球的时候 你要记住 你是有三只脚 三只脚就是 左脚 右脚 波 混球的落点 都是一只脚 好了 而这三只脚 是尽量在同一条线上面的 即是你现在见我两只脚在白线 波的落点都是在白线的 好了 当我们向前移动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三只脚 我们中间就会由我们两腿的中间 移胜变成 右脚在前 好了 之前我们说过脱边效应 大部分的观众都看过 头篮的时候脱边效应的影片 即是灵天虎射手的影片 其实当时他也提到 其实在《解否列车》这本书上说过 其实我们的根件是成交叉状 即是你的右手配搭的是左脚 然后左手配搭右脚 温球的时候也是 当你用右脚在中间的时候 你的右手和左脚是成一对的 所以我们起动的时候 不是右脚先走 记住不是右脚先走 反过来就是挖步 挖步就是我们起动的时候 好像我们走路 走路我们其实都会形成一个挖步的状态 当我们挖步的时候 挖后推前 你会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那个球和左脚是成一对的 一对的 你的运球都不会再拿在球的顶部 你应该拿回球的这个区域 我们变成一个前推混球 而不是这里 好像刚刚这个动作 我们就会把球在这里 看着球在你核心的位置 明不明 都是这里的 左脚拉后 右手拉后 前推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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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对的 而你看到就算落地都是 例如我们是橙色点落地 我们混球的时候 都是橙色点落地 我们形成这样的动作 我们今天第一个练习 我们先做这个协调的训练 我们今天第一个练习 练习这个协调性的训练 右脚在前面的 右手混球的时候 我们球和脚是成一对的 我们先做两次 一 二 第三次 前推抽起 射球 有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先做这个练习 我们先做这个练习 大球 前推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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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着我的头没有动过 前推拉后 前推抽起 射球 射球 我没问题射入它 再来多一次 球 再来 前推拉后 前推拉后 练习 脚步 起动 射球 我们先这样做十次 球 大球 前推拉后 记住你的头 不会动的 推前 抽起 射球 好吗